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4月13号 两市涨跌互线 但是呢 分化 黄色线低于白色线 个股跌幅还是有一定跌幅的 也不能说较大 创业指数下跌0.48% 深层指微涨0.24% 创业板指数涨到0.84% 涨跌加数比呢1.2 或者是1.2.2 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关系 中位数2060 下跌0.7% 就是市场大多数个股呢 它是下跌的平均跌幅在0.7%左右 别看指数三个指数啊 都没有说跌到0.7 上升指数跌了0.48 其他两个指数还是上涨的 但是呢这个市场的平均 中位数还是靠谱的 基本上就是 今天个股呢是明显下跌的 然后我们看第一档土壤日线 日线跌穿趋势线之后呢 注意两个数值啊 一个是3357点 这天的首反价格 3月10号 一个是3328点 3月9号的最低价格 它俩不一样是吧 我今天说 我说低于3357点 那就低于3328点 然后呢 低于3357点的 这个概率就比较大 然后有个学员一脸懵 低于3357点 怎么变成低于3357点 怎么变成低于3357的概率比较大 老师你是不懂数学吗 低于3328了 怎么还低于3357的概率比较大 它俩不一样 它俩一个是代表了最低值 一个是代表了收盘价格 那未来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我在盘中低于了3328 可是收盘的时候高于了3357 这种情况这种概率是有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是 大概率低于3328的时候 就会低于3357大概率 只能这个说概率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就是低于3357是更重要的 低于3357就代表了 它有底部的钝化 钝化就是形成结构的 必须经历的过程 必然经历 对吧 必须得经历这个 所以当出现钝化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它有可能会形成结构 这样还根据这个钝化的级别大小 这个日线的钝化并不大 今天日线MVCD的直看图 还是2.01 还没有出立脚线 所以最快出钝化是后天 最快出钝化是后天 日线 最快形成结构是 大后天 这本周五 所以呢 本周日线上形成结构的 概率就不大了 不大 我们重点看120分钟线 120分钟线 我做了模拟K线是吧 只要低于3357点就行了 我把这3357 在这个地方改了一下 3357是吧 改成了3356 3356 改成3356之后就直接出钝化了 看到没有 所以明天中午收盘和下午收盘有两个价格 不管哪一个价格低于3357 就会出120分钟线钝化 120分钟线钝化级别很大 因为它可以跟隔缝对比 跟这个缝值间对比 是吧 它的级别会很大 所以120分钟如果出钝化呢 大概率会形成结构 就样大概率会形成结构 区别是 明天如果出钝化 有一个钝化加9 因为明天下午就可能出出出9 明天上午如果钝化的话 下午就是钝化加9 如果下午出 低于3356的话呢 也是也是钝化加9 所以呢 明天下午 还是很关键的 就是明天中午 但是它如果是上涨了 就不关键了 你就不用看了 好吧 最后下跌的还得低于3357点 那么这个是要高度关注的 高度关注 好我们继续啊 我们继续 这是 然后我们再看啊 如果低于3328点 我们刚才谈到的 这3357点 3357点呢 是最重要的 因为钝化呢 它如果形成结构 它有可能不创新低 我说它有可能 这个低于3357 然后并不创 3328点的新低 但是呢 它也是结构 就是我们不能说 从3月9号到现在 没有创新低 这个结构它就不好用 我们该用结构 还是要用结构 对啊 该用结构 还是要用结构 它不管是大结构 小结构 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构 结构形成 它就是结构形成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结构形成 你不用管它 创不上新低 120分钟结构 足够用了 现在距离趋势很近 能理解过 理解的打一 但是我又做了一个模拟K线 大家看啊 我这个低于3328 我给它 就直接写了3326 因为最开始 那个值是3356嘛 再往下130 再连接3326 如果跌到3326的时候 顿化加9 而且它低于3月9号 就代表 从春节开始之后的 所有周期 全是下跌周期 所有周期 全是下跌周期 但是呢 就是假如说 明天出现 我模拟的这个情况 它的速度就有点偏快了 但是如果不是明天 就不会出现 顿化加9 大家能理解过 因为现在已经是 序列7了 明天上午8 下午9 但是假如说 它不是在明天 速度倒是降下来了 但是序列不在了 好吧 那么也就代表了 假如说 不是在明天出现 顿化加9 后面会有顿化 但不会有9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等结构形成 等结构形成 这速度降速还是很重要的 降速还是很重要的 120分钟 重点看120分钟前 重点看120分钟前 好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日线的顿化加9 早着呢 你看这个日线啊 大家在看这个 这个3是吧 你到5的时候 都不确定出9 3呢 就是这种数呢 123的这种数 你就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啊 出顿化的时候 我们再告诉大家 怎么买 买多少 但是呢 如果是120分钟内容级别的呢 在近期出的话呢 基本上就会是满仓 如果是买的话呢 就会是满仓 大开大合 全攻全手 3363出顿化 是跟这个峰值进行对比 也可以啊 120分钟前也可以啊 这个峰值啊 对比 差6个点吧 当时说 也是有顿化的 但是呢 这个120分钟3363 这个顿化的级别呢 跟前面那个3357 是差不多的 90分钟就不一样 90分钟差很多 如果在3363形成顿化的话 90分钟顿化的级别非常小 好吧 但是它也属于 所以呢 就是说3363也对 但是呢 我觉得是其实最好的一种走势呢 就是不仅要低于3357 最好还低于332 这代表从中间之后 到现在所有的周期 都是下跌周期 然后呢 只不过我们说的 就是第一波跌到这个位置 我们当时给过大家一个结论 大家记得吗 只低但不涨 只不过那这不涨的时间 它太长了 很久 底部震荡了很长时间 是吧 只低但不涨 说3月10号之后 越停了23个周期 到现在为止23个周期了 底部震荡了23个周期 本来第一波 我们就是判断这波下跌 一共就24个周期 但是呢 就明显就是这个周期数 超过我们之前的判断 但如果它调整的周期数大 调整的周期数大 它对应后面的上升 和级别也大 之前你看上一波 如果形成结构的话 60分钟和90分钟 对吧 这一波呢 就是120分钟和日线 那这两个周期 要形成底部结构的话呢 后面的上涨 规模会很大的 对应的上涨 规模会很大的 如果形成结构的话呢 就代表什么呀 我说的大开大合 后面有规模较大的行情 是上涨 因为它如果是下跌的话 这个地方就不形成结构 就是顿化会消失 好吧 顿化会消失 所以呢就这里有序列 和没有序列 这个有序列呢 考虑还不是一定 顿化加净 会不会操作 考虑 如果没有序列呢 久过去了 有顿化但是没有久 会结构形成作为标准 必须得出结构形成 那四个字 不出不敢 好吧 不出不敢 也不用说这个 什么时候买买几成 买什么 这些都不用考虑 因为还不一定出顿化 对不对 万一不出呢 万一不出呢 我的学员20号到起了 离开之际给老师两个建议 我念一下啊 第一个 软件的使用方面 多多指导 让学员真正的用起来 我们的软件的使用建议 在系统课里已经集成了 你不听你怪谁啊 我们每天都在讲 难道还指导的不够吗 第二个 成交量这个维度 是另一番天地 务必重视 跟了我这么多年 你就给我这么个建议 成交量务必重视 我一直以来的论调 论点都是成交量 无用论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对不起 不管多少人有争议 我坚持我的观念 想起了马校长 马 马校长 北大的马校长 是吧 就算所有人都不认同我 我将孤军奋战 你这么多年 就学到这点东西啊 再一个呢 所有的学员 如果想走 想离开的 不用告别啊 太矫情了 走就完了吧 好不好 耐心点了 耐心点 他本来下就有结构了 这个结构比上一次 结构级别还大 调整的时间也长 我们就等这个点 那没有 是吧 前期没有 但是突破趋势 我们又不能不理 突破趋势的时候 跟大家说 我说这个 现在走三浪的概率大 也代表趋势的 就是这个买入之后 纠错的概率大 但是呢 你如果因为纠错的概率大 你就不买 那就是不对的了 买完之后 宁可交这个损耗的保险费 这才是正确的操作 所以我一直说 我说我们的交易 并没有走行 好吧 我不管你理解不理解 长交量不是涨跌的 必然技术 我已经反复多次的说明了 在我的整个分析的体系里 从这么多年以来 我就从来没有跟大家 重点讲过程要量 因为我知道它是结果 如果股价上升 大多数的个股 都是会放量的 所以上涨是原因 放量是结果 你用结果来推原因 那就是一个逻辑错误 所以关于这件事呢 我已经反复反复的说明了 空间时间 结构趋势位置形态 已经包含了市场的全部信息 具有全息属性 当时是12个字 后来我们就剩8个字了 空间时间结构趋势 再后来我们就剩四个字了 趋势位王结构修变 凡是高手 是能够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而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故作复杂 故作高深 我很看不起这样的人 咱们现在有一部分的老师 说的话是原理无理的 你会发现 那些不知道 它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是吧 故作高深 所以把复杂的事情 简单化成一本本事 所以我就觉得 你研究那么多 不如研究这12个字 12个字多 研究8个 8个字也多 研究4个 4个字研究明白了 成了 好不好 别建议薛老师 什么成交量比较重要 什么的 我研究成交量的时候 你可能大学还没毕业吧 20年前我就知道这个道理了 成交量无用论 如果低于这个3357 大家可能会觉得 速度会不会加快 速度加快的 这个动画会不会消失 没关系 它只要不出现同一时间点 就是我们不需要纠结 就是我们出动画 并不是代表了要买入 而是准备要买入 动画后面是有可能动画消失 也有可能结构形成 假如说我们现在拿了一堆钱 准备动画 出现动画的时候 做好准备买入 但是它没有形成结构 你做好准备 能对你有损失 对吧 大不了把那个做好的准备 就再放下 重新放下 如果动画消失 也代表了什么 加速了 代表远离趋势了 你倒是反而可以 出去旅游了 拿哪玩去 短期之内也没有结构 短期之内也不会突破继续 对吧 所以来什么 市场来什么 这不关键 关键就是 你又管不了市场 你就控制好自己就行了 动画加急速度变然快 有点矛盾 不矛盾 也就是说 出动画加急的概率是小概率 这是啥矛盾 概率不大 有可能出9 但是没有动画 后面有动画了 但是没有9 对吧 不矛盾 三岗下跌会跟一浪形成对称吗 这个概率大吗 不会 注意啊 我曾经跟大家列举了 2019年4月份 咱们逃顶之后的那个走势 我说空间移步到位 反弹再下 大家注意啊 2019年4月份那次呢 它反弹再下 也是经历两个波段 就是反弹再下 再反弹再下 跟现在是几乎差不多的 你仔细看 是吧 大家仔细看 所以呢 就是说第一波 一步到位的概率大 因为我们用单一侧底 空间定量 已经定量的一个位置了 单一侧底啊 然后就是结构 现在没有结构 空间到了 但是没有结构 所以底部震荡 底部震荡呢 如果这里来一个结构 就全了 空间也到位了 结构也来了 想要啥都有 老师 许事平衡理论 横盘震荡前 如果是上升的 横盘后继续上升 横盘震荡前是下跌的 横盘后继续下跌 这句话是对的 如果在创388点的新低 那就是属于继续下跌 对吧 它创新低了嘛 它肯定是继续下跌的 也就代表我刚才说的 你跌后到现在 都是下跌 下跌周期 其中的第一波 下跌多少天 然后反弹 然后再跌多少天 ABC结构 对吧 但是呢 并没有说 这个之后的这个下跌 一定会比之前的那个下跌 更大更强 这是刚才我们讨论的 那个位置 我说你 不降低的话 那就代表短期真的又起不来了 所以速度是必须降低的 不降低不行的 不降低就会出现动画消失嘛 我们说如果出现动画消失 我们就想买的这个理由 就不能买了呀 高枪入库 马放山了嘛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 徐氏平衡理论啊 这样的话太大了 虽然说有些时候呢 我对很多的观点呢 表达的比较明确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特别大的话 起个理论叫徐氏理论 没有啊 没有起过 包括我在谈到哲学的时候也说 哲学太大了 目前这个年纪是吧 对哲学还是有点遥望不及 等我再老一点的时候 我觉得才能赶奢谈哲学 现在呢有点拖大了 所以在这个讲述这些知识的时候 我们都是踏踏实实的 比较低调的 从来没有什么徐氏理论 从来没有自称过大师 从来没有说市场 永远都听我的 没有说过这种大话 已经不了解我是吧 你了解过你就知道 还是很低调的一个人 你现在也很年轻 我以垂垂老去 我出名都多少年了 你算什么 我成为新浪第一都多少年了 我是2007年下半年 2008年年初就成为新浪全国第一了 08年 13年前 所以我肯定老了嘛 我以垂垂老去 但是我发现呢 很有意思的一点 做交易这件事 越老越吃香 如果说女人 15岁 20岁 25岁 30岁 35岁 40岁的想法都不一样 我告诉大家男人做交易 25岁 30岁 35岁 40岁 45岁 50岁的想法都不一样 好吧 时间带给你的是沉淀 对于交易的理解 时间是朋友 所以呢 越老的人 在交易的生涯里 你看这么长时间 你都没死掉是吧 你对交易的理解 一定是最深的 所以呢 我刚才说 越老对交易 其实就是越有好处 越有好处啊 沉淀与生活 对 老师你先让第一时 我刚踏入股市 我踏入股市之时 我就看你的微博之时 我写新浪第一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开微博呢 我不喜欢微博 我已经多次的跟大家说 我不喜欢微博 到现在位置 我都不喜欢微博 微博它是一个公寓的 社交平台 每个人呢 匿名社交 不知道是谁 谁是谁 你就会发现很多 人性本恶的地方 微博总是四处被骂 没有一个名称不被骂的 键盘侠 是吧 所以呢 我就在微博上看到 很多人性本恶的地方 所以我就不喜欢 所以我说什么是自由 自由就是 想不干什么 就不干什么 所以一百多万的分子 说不要我就不要了 我说不写我就不写了 我也不告别 我也不矫情 我就不写了 每年微博给我打电话 每年微博给我打电话 能不能再写 不写了 以后都不再写了 我以后都不会再写微博了 就是我们这种狠人 不是那种说分手 还不分 说分手还不分 天天打架 天天说分手 就一直分不开 我们这说分手 七里八啥的 都不给大家也不告诉你 直接分了就完了 哪那么多矫情 人很话不多 对吧 我到一家饭店吃完饭 然后我说 跟老板说 老板我再不来了 你家的饭店能不能 多放点盐 能不能炒菜的时候 放点香菜 这就是刚才那个学员 对我的坚信 老师我要走 能不能重视点成交量 我的天哪 我再跟大家说一遍 成交量 研究成交量的方向 是极其错误的 我已经反复多次的 跟大家说了 空间时间结构趋势 是正道 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他们具有全息属性 具有了市场的全部信息 也就代表了 你只研究这八个字够了 够了 明天突破趋势 买力的概率大吗 首先明天突破趋势的概率不大 但是如果明天突破趋势 一定买入 不是概率问题 是肯定 今天刚来一脸蒙圈 不过我妈跟我说 成交量是可以所讲 你是妈宝女啊 现在就是妈宝男了 是吧 看你的名字 像妈宝女 因为你叫招霞 招霞同学 你是妈宝女啊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 你们可能不信 当我从IT行业 换到证券行业的时候 我老爸我老妈 就请我吃了顿饭 那个时候我们家 下一顿饭馆 就吃一顿 上外面出去吃一顿饭 还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我说你们俩 天天给我做饭吃的 为啥要请我吃饭呢 干嘛呀 只是给我一个建议 千万不要从事证券行业 鸿门宴 对吧 那么我做了人生的 几个重大的决定 其中的一个就是 没有听他的 没有听我父母的 就他们的知识结构 跟我们的知识结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了一辈子工人 而且对新鲜事物的判断 对未来的判断 我自认为 有足够的深入的思考能力 超过了他们 对吧 所以呢就是 不能听 不能听 你说你这个 关于成交量那个事 还要听你妈妈的 招侠妈妈的 这个你 出非你自己对自己的 知识体系不够自尽 那不光这件事 有好多事 我记得我 我这个刚去那个 我们家不是沈阳的吗 刚去沈阳的时候呢 就是城镇户口 反正就把户口 签到沈阳去 需要花一个钱 多少钱我忘了 几万块 七万不八万 就想着这个 类似于啊 这个弄一城市户口呗 我就坚决没同意 我说那将来结婚 他就说的 我父母说的结婚的时候 我说将来结婚的旅游很远 我当时在十八不十九 我说你干嘛 现在为将来的事 操了个心呢 还要花很多的钱 我就坚决没同意 结果最后买房送户口 送全家的户口 所以有些事呢 是要有自己有主意的 我其实一直希望 就是我们的子女啊 最注重的就是 独立思考能力 我这件事也跟他说过 好多次了 对吧 就是我们的孩子 他是不是有 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在具备 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 他还具备独立思考深度 这样的孩子 你得好好培养 深入思考这个能力 其实不是 不只是一种能力 就是我很喜欢 我做什么事情 都喜欢深入思考 深入思考这四个 对我一生帮助极大 思考完之后呢 我会判断 我做的是对还是错的问题 你像今天 我有很多时候 跟咱们学员说 我说你当这个趋势 被挨打的时候 在正当阶段被挨打的时候 你肯定是不舒服的 在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有一个 深入思考的能力 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趋势 这个阶段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趋势本身 就是低成功率的 低成功率 它低在哪 它就是低在正当阶段的 如果你把这个事 想通了 你会坦然的 接受现在的行情 这就是你具有 深入思考的能力 如果你不思考 你就觉得我买了 然后卖了 比买的位置低 这种交易让我很难受 我心里很慌 是吧 现在上午有一个学员 这个长的时候说 疼 我就不说那个字了 然后下午还逗疼 我说怎么样 好点没 不疼了吧 症状点轻了吧 14点04分 不得讲了 不得讲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咱们明天再见